就是持牌的保險代理機構不再有負責人了 因為有負責人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是必要的條件來的 那你就會給它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就是保監指名的一段空間 你這裡的寫法就是 其實就是一個期限的意思 很簡單 在某一個期限裏面 你交不出人的話 我就吊銷你的牌子了 在某一個期限裏面 就是我們所指名的保監局指名的事件 沒有發生了 或者完了 是吧 那你這裡是 大家看得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麼 是吧 你再強調那件事我也是明白 那我沒有負責人就是吊銷你的牌照的了 是吧 一定期限裏面到期都沒有人 我就吊銷你的牌照了 黃議員你誤解了 就是說我過了那段時間就吊銷你的牌照 不是的 就是說你如果沒有一個負責人的話 我暫時直接吊銷了你 就是我可以是吊銷了你 就是我可以把它吊銷 然後吊銷多久呢 就是一段時間 我可能寫說 吊銷你一個月 或者吊銷你的 暫時吊銷你的牌照 直至你的負責人回來燒病假 就是這樣 這個回憶那裡都說明 永久吊銷 九十天內提出上述申請 保監局就拒絕了申請這個B A那裡寫得很清楚 該機構沒有再暫時吊銷生效期後的九十天內 根據第六十四二十一條提出申請 要求認可某名個人為該機構的負責人 是吧 即是在終極來講 你都交不了人的 那我就沒有了 主席 是的 這個是好像黃議員那樣說 但是並不表示 六十四二十一那個是沒有那個價值 因為我們在說六十二那個是吊銷 而六十二一就是被一個空檔去尋找一個人 做一個負責人 所以這個是暫時吊銷 吊銷 我是很清楚 二色 N 潰湖 誓一 講什麼 OK 但是你說得不清楚 我認為這個整個句子很有問題 是吧 你都解不出什麼叫做保監局指名的事件發生為止 然後前面又有一個指名的期限 又有期限又有指 這個後面的一個人 那個是畫來的 那個是畫來的 畫 即是我可以定它是暫時吊銷牌 一個月 或者 即是兩樣東西 是吧 好了 後面那樣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說 譬如說 它回來燒病假 或者是 會說 你找到一個負責人 問題更大 你那個有一個指名的期間 後面這個 是沒有指名的期間 是指名事件發生為止 那件事有多長呢 可以准許多長呢 發生 病假是多長呢 個人失蹤了多久呢 可以 這個就是 不是 這個我想就是 它要就著那個個案 就來到看 那個暫時吊銷牌照 是要適用於一個指名時間 還是一個事件發生 那樣 所以這個就是保監局它的著情權 就是 情況可能會 跟實際上很多變化 但是 這個 用 字方面 用詞 方面 是不是可以 收拾 能夠容易理解些 呢